如果让你画一枚导弹 我想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 应该都是一个光溜溜的圆柱体 顶着一个尖尖的脑袋 就像一颗巨大的不枪子弹直冲云霄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投向法国 看看他们海军最宝贝的家底 M51前射洲际弹道导弹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在这枚造价数翼 重达50多吨的导弹头顶 竟然伸出了一根细长的 像避雷针一样的金属杆子 而且这根杆子的顶端 还顶着一个小圆盘 说实在的 这玩意长得确实是太突兀了 以至于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 都会下意识地以为 这是不是发射前的测试探针 或者是放了拆下来的保护装置 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根看起来不起眼 甚至有点破坏导弹流线形美感的壁雷针 不仅不是多余的零件 反而是这枚导弹身上 技术含量最高的部件之一 它的学名叫做气动简足感 是法国工程师为了突破导弹射程极限 特意设计的经典作品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向讲究流线型设计的导弹 非要给自己插上一根刺 这根细细的杆子 究竟是如何帮助这枚50吨的导弹 在25倍音速的飞行中 白飙出了几百公里的射程 其他国家的导弹 怎么就没见到这种别样的设计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法国的导弹 为什么头顶尖尖的 要理解那根避雷针的作用 我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是M-51洲际导弹 M-51导弹是法国海基核威射的核心 作为法国核威射的一环 它的任务很简单也很残酷 那就是藏在深海的核潜艇里 一旦接到命令 就要从水下发射 把核弹头投送到几千公里外的目标头顶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工程难题 那就是潜艇的发射管 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 发射管怎么了 很简单 潜艇的发射管可没法刚改的 战略和舰艇的耐压壳体 一旦建造完成 内部发射管的直径和高度 就是一个绝对的定值 比如直径被锁定在2.3米左右 你无法向外扩展哪怕一毫米 而这对于导弹设计师来说 真可谓是带着镣铐跳舞 但如果是小秀小改 法国设计师也就忍了 偏偏军方给出的要求 却又非常贪心 他们希望新一代的M-51导弹 射程要比老一代更远 最好能达一万公里 而且载荷要更大 肚子里要塞进多枚分导式核弹头 还有有各种诱饵装置 这怎么搞 众所周知 导弹想飞得远 你就得多装燃料 想炸得狠 你就得多装弹头 这两项需求 直接导致的结果 就是导弹的体积必须膨胀 可是发射管的直径 只有2.3米左右 你不能把导弹做得太细长 因为那样空间利用率太低 为了在有限的圆柱形空间里 塞进最多的东西 最高效的形状只有一个 那就是圆柱体 而且是那种头尾都是平的圆柱体 这就导致M1导弹 被迫设计成了一个平头胖子 它的弹头部分非常圆盾 学名叫做盾头体 在静态展示时 这种胖乎乎的造型 看起来还挺萌 还能最大化内部空间 完美契合潜艇的发射管 可是一旦这枚导弹点火升空 噩梦就开始了 当M1冲出大气层 速度开始飙升 很快就会突破音速 甚至达到20倍 25倍音速 也就是每小时几万公里 在这样的极高速度下 空气已经不再是我们呼吸的 那种轻柔的气体了 它会变得像墙壁一样坚硬 对于尖头的物体来说 切开这堵墙还算容易 但对于M51这种平头导弹来说 这就好比 你是拿一块板砖去撞击一堵墙 在导弹平顿的头部前方 空气会被剧烈压缩 形成一道非常强烈的空型激波 这道激波就像一把巨大的伞 死死地顶在导弹脑门上 产生惊人的气动阻力 根据流体力学计算 这种盾头带来的阻力 会疯狂消耗火箭发动机的燃料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这没导弹别说打一万公里 可能刚飞出一半 燃料就烧光了 一边是潜艇空间限制 逼着你做成平头 一边是空气动力学铁律 逼着你做成尖头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你要空间就没射程 你要射程就装不下核弹头 如果是普通人 可能就两手一摊放弃了 但法国的工程师们在这个死结上 找到了一个极其刁针的切入点 他们想 既然导弹的本体改不了 那我能不能在导弹前面 伪造一个尖头呢 于是那根神奇的剪足杆诞生了 现在我们将视线聚焦到 这根伸出来的金属杆子上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 很多人觉得这根杆子 是像针一样去刺破空气 从而减小阻力 就像我们用针刺破气球一样 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空气流体并不是气球 这根杆子的工作原理 要比刺破气球复杂得多 也精妙得多 我们仔细看M51的这根杆子 它是一个可伸缩的结构 平时藏在整流罩里 发射后 当速度达到一定预值 它会通过火工品或者机械结构 瞬间弹出来 注意看杆子的顶端 有一个小小的圆盘 这个不起眼的圆盘 就是整个系统的灵魂 当导弹以超音速飞行时 最先接触空气的 不再是那个宽大的钝弹头 而是这个小圆盘 空气撞击圆盘会产生第一道击波 但因为圆盘很小 这道击波的强度 远远小于直接撞击弹头产生了击波 关键的物理过程 发生在这个圆盘的后方 高速气流经过圆盘后 会被强行推向四周 就像水流经过石头一样 这就导致在圆盘和后方宽大的弹头之间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 空气的压力相对较低 气流速度也变慢了 甚至会出现回流 我们把这层空气 称为回流区或者死气区 这团被锁住的死气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填充了杆子和弹头之间的空间 对于外部的高速气流来说 它流过来的时候 接触到的不再是硬邦邦的金属杆子 也不再是那个宽大的平头 而是覆盖在它们表面的这层死气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外部气流会顺着这团死气的边缘 平滑的流向弹体后方 在空气的视角里 这枚导弹不再是一个平头圆柱体 而是一个拥有完美流线型尖端的圆柱体 这就是气动尖锥技术的本质 尾尖锥效应 法国工程师实际上是用一根细杆子和一个小圆盘 利用空气本身的特性 在导弹前方构建了一个看不见的虚拟的空气整流罩 这个虚拟的尖头既不需要沉重的金属材料 也不占用宝贵的内部空间 它完全是由空气自己组成的 这个设计带来的收益是惊人的 根据公开的解密数据和风动测试 采用了这根减阻杆后 M51导弹头部的启动阻力 直接降低了50%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火箭发动机 不需要把宝贵的能量浪费在对抗空气阻力上 节省下来的燃料可以直接转化为动能 对于M51这种级别的导弹来说 阻力减半意味着它的射程 可以硬生生增加550公里 550公里 这在战略地图上 可能就是决定潜艇能不能在自家安全海域 就达到对手内陆核心区的关键距离 而且这根杆子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那就是降温 在20多倍因素下 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是恐怖的 原本这些热量会直接作用在导弹的整流罩上 甚至可能烧坏里面的电子元件 但有了这根杆子 强烈的击波被推到了前方 高温区域离开了弹体表面 这根杆子实际上也充当了热防护系统的角色 当然这种设计也不是完美的 它的缺点非常明显 那就是复杂 你得在导弹头上装一套精密的机械伸缩结构 还得保证它在剧烈的震动和挂载中 万无一失地弹出来 如果这根杆子弹不出来 或者弹出来之后歪了 哪怕只是歪了一点点 不对称的阻力 瞬间就会把导弹 像折断一根筷子一样 在空中撕成碎片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最新的布拉瓦导弹 设计俄罗斯人选择了造更大的潜艇 给导弹留出座牵头的空间 用最简单的结构保证可靠性 但对于法国人来说 在潜艇尺寸锁死的前提下 这根气动前足感 就是他们用极致的工程智慧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唯一界 讲完了50吨的大家伙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缩小1000万倍 去看一个只有几克重的小东西 一颗9毫米的手枪子弹 之所以会有这部分的内容 是因为法国人似乎对这种 欺骗空气的技术上了眼 他们觉得既然这招在洲际导弹上好使 那能不能把它用在手枪子弹上呢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 一款外形极其诡异的子弹横空出世 这就是THV 法语异为极高速度子弹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长相 如果你第一次见到THV子弹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一颗子弹 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国际象棋底的足 或者是一个微缩的小铜塔 它的弹头是全铜撤销出来的 尖尖的头 中间突然收腰凹进去 底部又突然变宽 这种曲线在工程学上叫做反曲线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么一副怪模怪样 其实它的设计逻辑和M51导弹的根杆子 简直是异曲通空 当时的法国宪兵和特警面临一个大麻烦 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罪犯 开始穿防弹衣了 传统的9毫米手枪弹 打在凯夫拉防弹衣上 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根本打不穿 想要打穿防弹衣 以物理学给出的答案来讲 要么增加子弹的质量 要么增加子弹的速度 但是手枪的重要量有限 想增加动能就得把弹头做轻 然后把速度拉高 THV子弹就是选择了把轻做到了极致 一颗普通的9毫米弹头重7.5克 而THV的弹头被掏空了内部 只有不到3克 有些小口径版本甚至只有一克多 这么轻的弹头配上强装药 出速直接起飞到700到800米每秒 这种出速度是普通手枪弹的两倍多 更是接近了不强子弹的速度 不过我们前面说过 越轻的东西存速能力越差 就像你扔一个乒乓球 出速速度再快 空气阻力一栏 两米之外就飘了 为了让这颗乒乓球能保持住杀伤力 设计师必须极致地降低风阻 于是他们把M51导弹的原理帮了过来 大家看THV那个内向凹陷的腰部 当子弹高速飞行时 尖头切开空气 气流流过这个凹陷处时 根本来不及转弯 直接发生了气流分底 在这个凹进去的部位 会形成一圈高压空气环 这圈空气就像M1导弹杆子后面的死气区一样 填平了子弹的凹陷 外部的气流是踩着这圈空气滑过去的 所以在空气看来 这颗怪异的子弹 其实是一个细长尖锐的虚拟圆锥体 这就是THV子弹的秘密 它用自身怪异的形状卡住了一段空气 给自己穿上了一层看不见的空气外衣 而这种设计带来的实战测试的结果 也非常惊人 这种子弹在近距离 拥有恐怖的穿透力 它可以轻易击穿当时主流的软质防弹衣 而且不仅是穿透 它的杀伤效果也很残暴 因为弹头太轻 重心又在子弹屁股上 一旦打进人体这种软组织 它会瞬间失去稳定 开始剧烈翻滚 加上它那个像铲子一样的宽边缘 会把周围的肌肉组织猛烈地推开 形成一个巨大的顺势空腔 创伤面积是普通子弹的好几倍 听起来 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梦幻子弹对吧 既能穿假又有强停止左右 但现实是残酷的 THV子弹就像天空中划过的流星 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 除了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里 你现在几乎在任何战场上都看不到它了 为什么 因为成也消河 败也消河 它为了极致的气动性能 牺牲了太多的东西 首先是偏科太严重 它确实出速高 但因为质量太轻 惯性太小 一旦超过几十米 速度掉的比谁都快 远距离根本没有准头和杀伤力 只能在贴点的距离上成英雄 其次是可靠性 我们知道 枪界共弹喜欢圆润的弹头 THV这种像宝塔一样的形状 简直就是供弹破的噩梦 在自动手枪上 它非常容易卡格 在生死攸关的交火中 一次卡格就是一条人命 再者是成本 这种弹头根本没法像签的那样 用机器简单冲压 它需要用铜棒一个个撤销出来 成本高的离谱 最后也是最尴尬的是它的定位 作为警用子弹 它的穿透力过生 容易打穿坏人 误伤群众 作为军用子弹 它射程太短 还死贵 所以THV子弹 虽然在空气动力学上 是一次大胆的 甚至是天才的长睡 但在武器系统的综合考量下 它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它证明了 把洲际导弹的技术 强行下放到手枪子弹上 虽然物理上行了通 但在工程和战术上 未必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聊完了头部的尖锥设计 我们最后再来聊聊 另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设计 既然我们在前面推开空气 是为了减小阻力 那我们在后面 能不能也做点文章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THV子弹 会发现它的底部 是深深凹进去的 中空的 这种设计在炮弹领域 有一个专门的流体力学分支 叫做底派技术 当一枚炮弹或者一辆卡车 高速移动时 它的尾部会瞬间形成一个真空区 因为空气也来不及填充进去 这个真空区会产生一股巨大的激励 把物体死死地往后拽 这在空气动力学上叫做底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想出的办法 和M51的尖锥设计 有着一举同工之妙 M51是用杆子在前面制造死气 推开空气 而底排弹 则是在炮弹屁股后面 点燃一小块火药 不断地往外排气 这些气体并不产生推力 它的作用 仅仅是把尾部的那个真空区给填满 消除那股向后的吸力 这一前一后 一个推开 一个填充 虽然手段不同 但核心逻辑 都是在对空气流畅进行重构 这种对空气动力学的极致利用 甚至延伸到了火箭发动机领域 比如传说中的气动30喷管 它就像是把M51的那个尖锥 反过来装在火箭屁股上 利用大气压力 来约束喷出的火焰 让火箭无论在地面 还是在真空 都能保持最高的效率 从深海射出的M51导弹 到只有支甲盖大小的THV子弹 再到大口径火炮的底排弹 我们看到了一群最聪明的工程师 是如何与无形的空气 它们面对的是物理学设下的死板限制 是发射管的尺寸锁死 是装药量的捉紧箭招 是空气墙的无形阻挡 但它们没有满干 而是用一根杆子 一个凹陷 甚至一团废弃 就把空气从阻挡前进的敌人 变成了手中的攻击 M51头顶那根比雷针 也许并不美观 THV子弹的造型 也许极其怪异 但正是这些 看起来奇葩的不对称设计 或者是反直觉的构造 体现了工程学最本质的浪漫 那就是在优先的条件下 寻找最优解 好了 关于这种气体动力学的黑科技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除了启动尖锥 你还知道哪些 丑得有道理的经典武器装备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